抢救少子化,透过公共托育中心,也鼓励民众生产报国 社区公共托育家园,接牌活动在高雄市实力三星家商的一对 及高雄市政府附设幼儿园的婆婆表演中拉开序幕 社会局长夜寿山及三星家商的校长、社福团地等各界贵宾 小朋友及家长也共同参与欢庆 三星家商在高雄在地办学已经61年了 那我们学校有幼儿保育科 那我们响应高雄市政府市长的美意 就是对我们现在少子女化的过程当中 新手爸爸妈妈在托育孩子之间的不方便 跟他们之间遇到的困难 所以我们设了这些公共托育中心 那也因为这样子让我非常的感动 同时呢我也希望把我们的高中子的教育 可以向下延伸到幼儿教育 那我们请所有的幼儿保育科的支援 希望能够进驻在这边 在我们的社会局的指导之下 我们也配合高雄市政府的政策 能够把公共托育中心能够把它办好 那当然也是提供高雄市民新手爸爸妈妈 一个非常可以安心、放心、可以托育的地方 那我想孩子都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 那三性家伤在我们创办人创效的以爱的教育为原则之下呢 我们会秉择这样的教育理念 给我们孩子满满的爱、妥切的照顾 希望他们能够快乐的成长 健康的成为我们社会上的中间分子 现场邀请社会局局长与各界贵宾等代表 参与包尿部比赛 只见大家手忙脚乱、销声不断 大展育儿爸爸金也倡导男性参与照顾服务 时方新闻、郭一文、许健一、高雄采访报道